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找我 怎么了 凌婉儿对你来说是什么 未婚的妻子 你想娶她 是为了内骨的才权 还是为了她这个人 就算她是个侍女 是个丫鬟 我也非她不娶 那就是 动了真心 大半夜的 您这是要搞知心爹爹了吗 张公主如今跪在御书房门前 好些时辰了 宫里的事 您怎么知道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该做什么 过去补一刀 既然胜负一分 你何不大度谢 具体的求情我 求情 大家都留份情愿 不要把事情做绝 不要逼得太狠 李云锐虽阴狠 但忠于她的人 也不少 日后你要立于朝堂 就必须学会 刚柔并庸 化低唯有 我 那个人要杀我 凡行啊 你有没有想过 林婉儿的感受 别忘了 李云锐 终究是她圣母 这一战你赢了李云锐 然后呢 你还要把她逼到绝路 林婉儿会怎么想 如果将来 你们打算在一起 会不会因此 生出嫌隙 本心啊 你若是真心对她 怎么就不能为她迁就呢 您让我想想 要求情 便只有这一晚机会 好 好 姑姑 所有人都说 你是我这一趟的 我本来就是啊 若真是如此 收买诸葛 联络捉木函 为何我都不知情 你若是知情的话 此刻跪在这里的 就是两个人 现在还不是一样 儿臣请见陛下 太子殿下 你此刻陪我跪在这里 可是对你不太好 太子 陛下让你进去 来 姑姑身子孱弱 请陛下开恩 除了你之外 没人敢替她求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怕受牵连 你就不怕 儿臣不忍心啊 历朝历代 不怕心软的皇子 都没有好下场 陛下 求陛下饶过姑姑吧 再等等吧 等着什么呀 看看有没有人 再为她求情的 都已到了这个境地 怕是没有人敢来了吧 都预定了 陛下 太常寺贤厉郎 犯贤求见 宣 你能来 我可还真是没想到 来求情的 来求情的 再多仇怨 归根结底 他们毕竟是母女 所以 说实话 我刚才有些乱 所以我找了个地方 做了错 理清了头绪 匆匆赶来 总算不算完 应是为她来求情 臣 范贤 恳请陛下 切勿姑息 务必严惩 李于瑞 起来吧 你也不爱跪着 若你真是来求情 朕也会很失望 如果想接管监察院 统领内库 如此权重 为孤臣所为 这我倒没想那么深 朕想问问你 你是如何转变的 我刚才说了 找个地方做了做 理清了头绪 在哪儿做的 现在就要走了 也多谢你帮我 不用谢我 有人想接监察院职手 趁机除掉 谁 再查 等我到了京都 一定能查出来 京都当街刺杀 幕后指使者手眼通天 你若留下了 这只是个开始 未来的路 只怕是血海滔停 即使如此 我又怎能留你一人在京都 面对人心叵测 明千万千 我留下 是我心之所愿 便是刀山火海 生死闻小 我已不回 李云锐若只是与我为敌的话 为了婉儿 我愿意退让 毕竟这辈子遇上一个人 很不容易 可是不行啊 滕子经被他害死 我有什么资格放过李云锐 我要真是为他求情的 我该有多自私 就为了一个看家护院的 是为了一条人命 我 磨练的还不够啊 总不能磨去心中是非吧 恐怕 没有什么人来求情了 让他走吧 谢陛下 让他走远点 陛下 去哪儿啊 他在京都待了这么多年 信仰是他的封地 他可以回去了 陛下 陛下让姑姑离开京都 前往信仰 是 范贤是来求情的 他是来落井下施的 太好了 我还以为他是来求情的 让我好担心了一会儿 东西太多了 得收拾起来 得收拾起来 姑姑 或许我还能再劝去 地心如冤 劝不得 猜不得 不管怎么说 他是长公主 总不能把他送到刑部 发配回信仰 已算是 最重的严惩 罪不至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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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郡主还是回去吧 殿下说了 他不想见你 那我再等等 再等也不会见 我再等你 不愿走 要不 见见吧 郡主这身子真战一夜 怕是会大病一场 受不了 她会走的 郡主身子是弱了些 可她的脾气 跟您一样 她说不走 就一定不会走 进来吧 我说不走 我说不走 那边有新主的生茶 喝了暖暖身子 宫里的侍女都散了 各自都在找门路 想着换个主子 能留在京都 怕也不容易 总比跟着我好 就是凉薄了些 这宫里 心善的早被吞了 这样不对 这时候 我本不该见你 既然见了 就交代几句 我如今败了 你还来看我 是自己往深渊里挑 总算情分上 我们也算是母女 还说得过去 今夜之后 就当不认识我 明日 也别来送我 你有没有背叛庆国 事到如今 这重要吗 若是冤枉的 我去见陛下求情 我刚刚说的那些话 你是一句都没听懂吗 所以 您有没有背叛庆国 有 还有什么 你并问了 你有没有 害过犯险 也有 你明明知道 她是我未来的夫婿 怎么 赶在我走之前 过来兴师问罪 出生以来 你来看我的次数 屈指可数 我想着 你有难处 长大以后就好了 后来 我被送出了后宫 重病缠身 连一次都没有来 皇家别园 看过我 并最重的时候 我总想 死前 你会不会来 见我一面 您心里 到底还有没有 我这个女儿 您为了大局权争 毫不犹豫地 对范贤下手 因为你从来 都没有想过 也根本不会 考虑我的感受 我为什么要在乎 你的感受 欢乐 痛苦 孤寂 悲伤 这些东西 只要活着 谁不会有 可只有活下去 你才能感受到 林婉儿 我只要你好好地活着 其他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做的事情 你以为仅仅是勾结北极 背叛庆国这么简单 我为什么不去看你 我为什么躲你躲得越远越好 因为只有这样 当事发时 你才能置身事外 哪怕我被千刀万刮 你还能好好活着 你究竟还干了什么 你不要再问 你也没必要知道 未来岁月 你活你的人生 将我当作洪水猛兽 躲着就好 那范贤呢 我跟你说过 我心里有他 爱他也是为了我好 要不是你心里有他 我还未必非要取他性命 这又是为什么 做女人 要靠自己 也要能选对男人 而选择对的那个人 对你的后半生至关重要 我已经选了他 范贤那样的人 他能有什么好下降 为什么 陛下把他叫来京都市 为什么 掌管内库 掌控皇室裁权 除了这些呢 范贤如今和监察院 走得那么紧 谁看不出来 是 好多人会说他少年得志 未来前途四季 可你就没有想过 太子和二皇子相争 这内裤和监察院就是风口浪尖 是大家死死盯住的位置 而他范贤站了上去 就是大家的眼中盯肉中刺 这朝党里 藏着的是一只只洪水猛兽 而他范贤 就是陷阱上的儿 他现在有多风光 将来就会有多惨叹 巨兽扑石 他除了粉身碎骨 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若只是婚约 我帮你解除了就是 可你跟我说你心里有了他 我能怎么办 我不杀他 我把你送上绝路吗 好在是你的病 总算是有了气色 我走了之后 找个借口 跟凡钱断了联系 我这边 想办法 帮你把这婚约给取消了 我心里有他 那就把他给忘了 你心里有他 就要陪他走向死路吗 您知道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吗 我最爱吃什么 您知道我心里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我只知道活下去 才有资格谈喜欢 我喜欢吃鸡腿 您不知道 范贤知道 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我就在那头吃鸡腿 我心里最喜欢的 原本是星空 因为我总是一个人长大 星空对于我来说 是我见过最美的风景 您不知道 范贤知道 我已经把我内心最深的孤独交给了他 他知道了 我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我现在心里最喜欢的 已经是他了 如果他要走的是死路 如果他要走的是死路 我想和他一起走 人生那么长 未来 有更多更好的事 更好的人等着你 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托付孤独的人 人生是长是短 都有了意义 可你生命都没有了 你还谈什么意义 您刚才不是说吗 您离我远远的 是为了让我不受到牵连 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过 为了我不要去做那些危险的事情呢 你选了你的路 我也选了我的 您刚才还说 选对了男人 才是生存之道 那让您选中 让您依靠的男人 应该不是父亲大人吧 他是谁 究竟是谁 让你付出这么多 最后提醒一句 明日离京 别来送我 这脾气 真是我的女儿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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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注意小心 有时间我会去看姑姑的 你若离开京都 老二必定发难 不送我了 回吧 参见殿下 人都走了 没必要苦苦相逼吗 回殿下 臣这是替婉儿 为她母亲送行啊 姑姑所为 我并不知晓 那是自然 放她过来吧 陈范贤代婉儿 恭送长公主殿下 幸好昨夜 你不是为我求情而来 殿下好像不想看到我 为你求情 那是 你若为我求情 我都不好报复 现在才好 我才能花些心思 筹备手段 给你个惊喜 不劳殿下费心 臣已经很高兴了 真的 是啊 臣曾经亲口说过 要让殿下滚出京都 如今所言成真 心中是拦不住的喜悦 精神也越发地清明 不瞒殿下说 今儿个早饭 都多吃了半碗 那是好事 养好胃口 保重身体 等我回来 殿下再要回京都的话 可就未必走得了了 常住京都 心之所愿 那让殿下滚出京都 也是臣的心之所愿呢 请长公主殿下上路 对了 范贤 我给你留了礼物 走吧 五 一次 滕子荆或许在看着 定是如此 可惜只是敢走 还留了性命 大人是爷爷 我又没说是他 我刚刚刚才听 长公主说 他给你留了礼物 一定要小心拿 走吧 大人 多烧 早饭吃了吗 我不会放过你的我 走吧 大人 咱们不报关吗 算了吧 这郭宝坤 不会就是他留下的手段吧 李云锐的手段 可不会这么简单 等着 你怎么来了 他终究是我的母亲 对不起 他要害你 你只是自保 我懂的 在这个时候 你还愿意出来送他 该谢谢的人是我 他说 你要走的路 会成为重视之地 是绝路 是死路 我想说的是 你选的路 自己喜欢就好 我会陪着你 我看不见 左手段 真是 我怕他 没错 我爱你 你 没有 要是 你 我 她 一事就不用面胜了 把你们的奏章交给我就行了 师伯 袁先生 先坐 袁先生 这一半气确实不妙了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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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不好 这还能毁齐 今天这局 相爷已经毁了十几步 这还怎么玩 齐道就如战局 巧技妙思 诡诈无常 此意是为人之道 你还年轻啊 正要从中体会深意 那敢问世伯 袁先生能毁齐吗 自然不行 林相大财 为人主事果然令人贪腐 我也是要借齐局提点你 人生在世哪有出版公平 有时候自然要手段百出 方得善事善终 原来相爷今天这局 是为了提点小范大人 我不明白这个往日里毁齐 这又是为何呀 我叫你来 是有事与你说 李云锐事败离京 按理说 是该给你和婉儿 准备婚事了 婚事有编 和婚事无关 前几日在御书房 六部诸多官员一起上奏 提起你泄露消息 导致颜冰云被擒一事 都说要细查追责 可是消息是长公主走漏的 李云锐只承认勾结诸葛 结党营司 却未承认出卖颜冰云呢 这就是长公主的首端 陛下怎么说 他什么都没说 冷眼旁观 这群情激愤 师伯 我什么都没干 我是冤枉的 真相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 你的态度重要 我不明白 当今盛驾 多少我还是了解些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 很快 他就会找你 找我 干什么 无论他让你做什么 都别答应 他是皇帝 他说话我怎么不答应 他不在朝上下定论 自然会私下决断 范贤 你和婉儿的婚事 依然在筹备这种 一旦成亲 我立刻调你入礼部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不能节外升职 如果没有明旨 什么都别答应 要是有麻烦 都甩到我身上 有这个可能吗 君与臣 并非主与奴 就像两位棋手交锋 可以失去棋子 但该整的 还是要整 这件事你并无过所啊 再加上 你小贩师仙的生命 就算是圣上 他也没办法 在朝堂上逼你 可是师伯如何断定 陛下会私下 让我自称清白 咱们这位圣上 最爱人心之争 举重若轻 在他看来 你尚待磨炼 而如今 是最好的时机 向爷 公立传旨 要范公子进宫面圣 瞧 你去吧 记住我说的话 不管让你做什么 只要没有下旨 什么都别答应 我试试看 这一切 巧幸 袁先生 这局我又赢了 还有一点 快快快 看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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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就没问题了 甘拜下风 太子殿下 二殿下 这是 小范大人 请入座 坐这边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我也不知道 陛下叫我们 也没说为什么 也不知是福是祸 圣心如愿难以揣测呀 天子之心 岂能揣测 还是太子殿下明示礼 终甘一劫 叫人钦佩呀 你觉着呢 二位殿下神仙打架 别带上我啊 还是小范世神 什么都敢说 好 我吃了的 我看这个是什么 你想要你 你能带上我 你带上我 我看这个是什么 看这个是什么 大人的 你照顾好看 看看我 你带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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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是什么 我看这个是什么 陛下 人已到齐可以用膳了 今儿是家宴 都随便点 随便点 陛下 既然是家宴 臣在这儿不太合适吧 你脸皮厚 没关系 吃吧